第一 当然我们感谢美国的重视 用这个头板头脚来报道建国100元的新闻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可以持续的 用这样子的关切来关心建国100元的各种筹备情况 而且我们更高兴的是 其实里面不分超越党派有力 都认为说建国100元应该要大声的说出来 好好的庆祝大事庆祝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能力找的 所以我首先要报道的是 我们从来没有去违离建国这两个字 反过来我们非常非常高兴 我们希望媒体每一次每一天 在报道我们的新闻的时候 尽量把建国这两个字都加进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丑委会的名称 还有机器会的名称 都是用这个建国100元 完全没有违离 连赛政府业力算 全部都是用建国100元的这个科目 所以我们所有的活动完全没有违离 所以我想这一个 一开始我们的任务就是一颗附计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点要的成绩 第二是说我想大家也都有想过 有做想Logo 去想口号的这个经验 如果你的口号只是把你的名称 重新一致不够的照照一次的话 那那个口号其实也没有设计 如果我们的口号大家想像 叫做中华民国建国100元 那这个这一句其实就不算是一个口号 它其实只是一个名称的复述 所以当初它这是一个口号的这个想法 它叫做精彩100 那这个精彩的台译 我就在复述 在给各位的新闻表明 它精彩100背后有很多的台译 所以它不可能是把所有的这个名称 全部再重新面移变好 那一个口号大概最多只能够 八个十二个字 如果你把所有的字放在里面的话 其实会让口号变得很会很长 所以我觉得说你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这个在设计的口号的时候 它有大事实的限制 那如果你是讲这个建国百年 那又没有讲中华民国 那这个时候会变得说 为什么要回避到中华民国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设计 我们没有什么去担心回避的问题 我也可以补充 昨天有在场的媒体记者 又有问到你说 会不会跟对岸投开这个回处转 其实我的说法就很清楚了 我说我们不会考虑 因为对岸是认为 这个是心态百年 那我们是认为 这个是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说这个是从根本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所以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所以我们自己在庆祝我们的生日 我们根本不会去考虑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岸的想法 然后买自我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报道 就蛮理害的 那另外我们看到 造成这个报道的一个起源 是这里面提到 因为筹备委员半可亲 筹备委员半可亲 可是我必须要说你 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上的错误 这个报道事实上的错误 半可亲并不是筹备委员 并不是筹备委员 就是说我大概需要一个时间 解释一下这个logo产生的过程 这个logo跟我们整个筹备的过程 分别由肖副总统 然后总统府的高郎副立书长 还有我本人 以及蔡思廷先生 我们看到 那当时是在那边执行长的时候 我们四个人 分头 其实召集了各种不同的会议 我们都会邀请各种背景 各种意见的人 来提供我们各种参访的想法 我们大概出字口记得一下 大概有150位到200位左右 不同的人士 曾经来参与过这些 咨询的会议 提供一些意见 那他们根据都是民间的人士 然后针对筹备的过程 logo和口套 都给了很多的意见 所以拜执行先生 他的身份就是 曾经来参加过 蔡思廷先生主持的 会议里面的一位不会主 他的身份就是这么单纯 他也不是筹备委员 我们筹备委员有111位 这个名单都是公开的 各位可以去查证 那我们对于 这个媒体办的 这个施起错误的报导 也很遗憾 就是说第一个 他只是来参加过 会议的一位理监人士 然后他表达 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看法 各位可以想象 当我们问了 100多位不同的人士 在各种意见的时候 本来就充满了 各种多元的意见 那我们这个 个人要去阐述 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我们没有什么 去评论的预议 可是我们遗憾的是说 怎么会把一个民间人士的发言 就把它变成是基金会 或者是政治的官方印象 然后会变成一个 这么大的报导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在媒体的报导 里面看到 反映的非常多的立法委员 来发表评论和意见 那我自己昨天 没有接到查证的电话 那我问了基金会 也没有接到查证的电话 问了文件会 也没有接到查证的电话 所以 我也希望说 这媒体可以 说不定也是我们有人有接到 不是没有短的 我该讲 是不是一定 不是这个情况 这我们也希望 媒体能够提供这个资讯 如果要报导一个更大的新闻 究竟在昨天 有没有来跟相关官方的管道 来做查证 那我也希望说 当然这个 很感谢媒体 愿意用高威格 严格的来写电 建国100年 我们非常愿意 接受一些写电 可是我们也希望 媒体 未来在报导 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能够至少有一个查证 让我们有一个 在事前说明的机会 还不会造成 像今天这样子 让劳团大家 特别再来参加一个 事后澄清的基础会 因为我想 这是对人力固定的 一种大理费 那我们非常愿意 在各种事情上面 都能够改成的来面 对大家的景点来说明 那以上 是我对这整件事情 我们来文去 办理一些说明跟诚情